五月十二日后是国座的好理数据 标志的并非以前都会认识 这次正经过行家管的电力 今年因为疫情苦患 好好扩大办理 要请三合合作的便宜代表 交通管理 就让小孩迈进给你的后期的改端 今年很特别的一点 跟往年我们家管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从北 北部中部跟南部所有的师长 医院里面的主管 都派代表来今天要帮孩子 举行这个家管典礼 这是学校很开心的地方 其次我们的孩子优秀的表现 已经不只在地区医院 区域教学院受到这些 医疗单位的主管们的赞赏之外 我们从今年度开始起 还有医学中心 像台北荣总 陈院长 他也对于我们敏慧的孩子 也很激赏 台北的民众病业医党陈威明 表示说老师替孩子中和 理事为保护地区的东西 代表对他们赞业的陈东 既然每一位学生 来当了解自己 警告头的赞赞 台北荣民总医院 陈威明院长 特别也在今天的 加冠典礼当中 勉励我们的青年学子 有优秀的护理人员 才能够成就伟大的医疗 也期许我们所有的 即将进入到护理的专业领域 无论是实习乃至于就业 都能够本足于所学所能 在医护的领域当中 守护好每一位民众的健康 并非一专之策 这次总共有445位 护理科2年的学生 来参加电力 希望透过教官的医生 团形南丁阁的精神 就好人材上进医疗领域 最后更加多民众 那天使们维得医疗彩虹报道